圣风崇拜 起来见圣同胸 拜祝祈祷 为什么主耶稣要来这个数学项目 为什么有圣诞节了 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 有两段的经文 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段就是大家都很熟 也有可能已经听 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听出的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一起读好吗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将一切信他的 不自备亡 胆得有色 这些圣经是在约翰福音3章16节 所以大家记得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的原因 因为上帝爱我们 他愿意我们得救 能成为他的儿女 不自灭亡 反得永生 就是在主耶稣上升之前 一年 一年就是有一位先知 当时就是讲到神对我们的恩典 我们读下一段的圣经 因为神 我们的神 怜悯地欣赏 叫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领导我们 要照亮住在黑暗中 死因你的人 把我们的小 引到平安的路上 你觉得是不是一个很安慰的话语 我们是本来要在黑暗中 死因你灭亡 神把我们引到平安的路上 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拆遣 主耶稣来到这个时尚 以下三首诗歌呢 都是美国的诗歌 圣诞节的诗歌 都是非常非常优美的 这首诗歌有些人一看这个名字 还以为是什么广东歌乐曲 这首歌是非常非常 一首非常优美的 一首诗歌 就是在1849年 大概距离现在160多年前 美国东部的波士顿 有一位牧师写这首诗歌 大家要知道当时的背景呢 是一个战乱的世代 欧洲那个时候是有革命 法国就是有第二次的革命 美国刚结束 跟这个墨西哥的战争不久 是打赢了 但是也是 互相也有很大的代价 然后当时的南北内战 又是一出之法 所以当时美国人呢 就是我们这里的祖先 当时人心王皇 作者在这个纷乱的时局困境里面呢 这个阴霾里面呢 他就是缅怀到救主战胜的那个晚上 就在1849年的圣诞节 他就是想到主耶稣的降生 在一个宁静的夜空 天世带着喜讯 地上平安 人争有疑 因为有两句的 师哥就是这样讲 是一个很和平 很安详的一个描写 然后在此师哥讲到 有一天呢世上的苦难都要过去 新天地都要来临 这首圣诞的诗歌就给当时的世人 带给很无限的安慰 很大的看法 所以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们没把这个背景 其实最主要的不是两千年前 就是这个诗歌到今天还是有用 当我们面临世界各种的困境的时候呢 我们想到有一天 因为主耶稣第一次的来临 我们都会脱离这些的困境 我们会跟天使一样 一起唱 关于他的诗歌 夜半和神 我们可以用一个很抒情的音调来唱 我们在唱 天使举身父向真往 一样唱过井丁 一生一万人真有意 天使可书记恶 当我世界真机之中 静静天使可圣 世间万千都不定中 福大中要胜心 日夜奔跑老如一生 南乡一世安宁 当这所望望尽时代 不久便要来临 既却高山清醒天使 静静天使可圣 因为水月旧行复兴 世事积极前进 静静天使可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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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的是感谢主 因为我们虽然是每天面对很多困难有苦难 但是因为祂来我们有盼望 我们有永生 以下一首诗歌 故事对大家是不入 因为这首是孩子的诗歌 其实这首诗歌 马朝歌 本来是一首摇篮曲 就是让这些婴孩小孩子睡觉 父母唱给他听 这首歌也是来自美国的博士顿 是描写婴孩耶稣在马朝安睡 天上有明星教导 四周有小动物伤害 一片长河的景象 虽然是一首孩童的圣诞诗歌 但是一直都很受欢迎 这首诗歌有不同的调子 所以今天我们用交替的方式 第一节唱第一个调 第二节唱第二个调 第三节回到第一个调 那你先别话好吗 主耶稣一定是喜欢我们这样唱的 但你们要用心唱好吗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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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一首诗歌呢 非常优美 其实这首诗歌都是我喜欢 否则我就不会选这首诗歌 这首诗歌是一首法国的诗歌 欧生善业 这首诗歌是描使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夜 给世人带来救赎盼望 这首诗歌跟刚才唱这首 夜半歌声是有 义驱同工之妙 这首诗歌它的旋律非常动听 歌声很优美 你唱的时候你觉得有一种张力在你里面 那我们就用这首诗歌来祭念基督降生 祭念敬拜这位救主 那这首诗歌我们也唱两遍中文 两遍英文 所以我们将这首诗歌的诗歌 这首诗歌是一首诗歌的 我希望你能唱一首诗歌的 你唱一首诗歌的 因为这首诗歌的 这首诗歌是你的时代 你能唱一首诗歌的 其实你能唱一首诗歌的 你能唱一首诗歌的 这首诗歌的 这首诗歌的 首诗歌的 《祝福》 《祝福》 欢迎订阅 一首诗歌的 感谢观看